嘿大家好 今天为大家带来照烧鸡肉饭 我选用的鸡肉是鸡腿肉 是去掉骨头的鸡腿肉 但是一定要有皮 因为有皮我们煎起来才好吃 洗好的鸡肉我们需要把水分沥干 像这样把它停铺在厨房车上面 接下来我们准备一块姜 把它的皮削掉 我们要把这个姜做成姜容 我们需要使用一个专用的工具擦姜容的 跟擦丝一样 我们在这个上面擦 今天我们的量大概用这么多姜容就够了 一干水的鸡肉放到一个容器里面 然后用调料稍微腌制一下 这么多鸡肉我们加入三勺的酱油 三勺的米酒 然后加入我们刚才做好的姜容 把它抓匀 鸡肉我们需要大概腌制三十分钟左右 接下来我们准备一些配菜 我选择的是胡萝卜和西兰花 先把胡萝卜的皮挂掉 然后切成小块 同样西兰花也是把它切成适当大小的块 将切好的配菜放到开水中焯熟 然后捞出备用 然后我们来做一个照烧汁 照烧汁需要等量的日本酱油和蜂蜜 将日本酱油烧开 然后加入蜂蜜 最后加入少量的米酒 不断搅拌 千万不要浮 直到它变成粘稠为止 最关键的就是煎鸡排了 煎的时候锅里不需要放油 只要先煎有鸡皮的一面就可以了 适时的时候我们再翻面 这时最要注意的是 我们尽量将鸡肉内部加热到85度以上 这样才符合食品安全的要求 煎好之后 我们将鸡排适当的切一下 切的时候注意不要烫到 盛一碗白饭 将饭倒扣在盘子中 撒上一些黑芝麻做点缀 然后在边上摆上 刚才我们煮好的配菜 最后将切好的鸡排放在盘中 淋上照烧酱 撒上一些白芝麻做点缀 照烧鸡肉饭就完成了